本港經歷9小時暴雨侵襲 天文台凌晨4時多 發出3年來首個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去到早上9時9時取消 教育局宣布上下午班 幼稚園及全日製的學校全日定課 一度低壓槽在廣東沿岸地區培回 相關的強雷雨區為本港帶來豪雨 普遍錄得超過150米的雨量 部份地區更加超過200毫米 在暴雨下,元朗田森村水浸 村民要通宵疏散 順利村的順安道有山泥傾瀉 觀航度假隧道也水浸 先看看暴雨在各區的雨勢 暴雨在凌晨1時開始 天文台在凌晨1時半發出黃色暴雨警告訊號 到3時20分改發紅色暴雨警告 不夠1小時再改發最高的黑色暴雨警告 其中在觀塘道近觀塘港鐵站的行車隧道 水浸到車頂 一格小巴懷疑殺制不及撞向前面的車 原浪田森村水浸亦嚴重 村路到處有雜物飄浮 有村民加高阻防水難 都阻止不到洪水湧入屋 八號碗頭這樣 到時八號碗頭我不懂得想 當然了 我說那些財產在這裡 那浸快就壞了 有沒有浸爛東西 暫時未有 洗機在外面 現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浸 正在浸 工人不斷搏泵排走積水 現在搏了三日後 封到江為熱 現在浸得怎樣做 都算了 其實這條村的路 凹凸不平 好像這個位置凹了下去 但走前一步 這裏就凹了上來 其實現在因為水浸 根本看不到路面的情況 所以走出走入都有相當危險 今次是天文台今年發出的 第一個黑色暴雨警告 亦都是三年來的首個黑雨 歷時近六個小時 其實凌晨過後 我們看到有一條強烈的雷雨帶 在廣東沿岸形成了 並且窄在這裏 移動相當緩慢 所以為我們帶來了很多雨水 暴雨區是由西向東 橫過香港 大部分地區都超過150毫米雨量 張棍澳更加錄得超過200毫米雨量 在氣象觀測圖看到 臨近中午雨勢才開始減弱 無線電視記者南海營報導 跟元朗田心村的南海營談 村內積水退了嗎 元朗田心村這一堆鐵皮屋區 昨天大雨之後發生相當嚴重的水浸 其實水浸得最重要的時候 就見到水位最高就是這個位置 去到差不多浸到整個單車輪那麼高 不過因為現在雨勢已經減弱 加上渠武處也派人來 給喉管把這裏的積水泵走 所以見到現在的水已經退得七七八八 不過有些水依然是進入居民的家裏 所以渠武處也找到小的泵來 逐家逐會把水泵出來 剛才跟居民聊過 進入他們的家裏看過 就見到其實那些水泵走之後 就見到那些傢俬和那些電器 其實已經浸到濕了 他們就說今次的水浸 其實都會造成相當的損失 我在現場報導是這麼多 先交回給新聞報 好啊